大家好,我是江西老边学员,这是我爸 然后我们在尼泊尔这个郊区 也算是山区离我大门人家不是很远 我们来看一下买点农家的小树菜 我们去买点菜吧 看看他们这边有点 哈喽,Yamaste 这个1kg how much? Bins Bins how much? I need a bite 1kg 1kg 我也不知道他多少钱 就拿一 我们买点买点那个 ok 都怕不懂 就是给你100 我们take the beans ok 我们随便拿一点的 ok 随便买一点 随便买一点 ok ok 有袋子吗 give me bag 随便拿一点 他听不懂我们就拿100泥币 因为感觉这个豆子 有点老了 但是这个他捡出来的是这个轻一点 我们家还有很多豆子 他这个有点老了 这个 我们是弄的是炒菜吃的 这个哈 这应该是一家人哈 这个房子还建的不错 这个这家人的房子 晒这个豆子 这应该是拦住的哈 他们在山区啊 离我丈母娘家不是太远 这里三斤水斤啊 这个 相当的这个棒哈 这里家的满都也不远哈 拿了个袋子 这个一层房子 就一层 ok thank you 这阿姨给我们装了这么多这个 哦 一五块钱啊 一本一币 我们说就买点意思一下啊 他给我装了这么装了 把这些全装起来 爸爸拿 哦他还拿一点哈 太感谢这个阿姨了这个 装这么多吗 这个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bye 好走走走 走走 拿着拿着拿着 拎着拎着拎着 拎着拎着 拿着去 等下这个羊吃掉了 这边有羊的这个 羊等下会吃菜的 我们去四周看一下哈 家里面 这个阿姨 五块钱啊 五块钱啊 五块钱 我们国内多少钱一斤啊 五块钱一斤 差不多吧 是吧 这个都是全绿色的士兵啊 哎呀这个山真大啊 这个山 就在三脚下 这个阿姨 一个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 这个风景真好啊 这户人家还有养了好多羊啊 那还在一户人家在 在拨种插秧啊 拨种插秧啊 你看那个 插秧的话这个 12345678 八个人呢 一家 这都是大家庭的那个 干活都是大家庭啊 我们看一下插秧 哎呀他们家 养了好多羊啊 还有一头奶牛啊 哇里面好多牛 好多羊 那么就不去了哈 然后我怕有狗来咬人 这个 咱们去看一下插秧哈 尼泊尔的话 他们的土地的话 应该是一年的话 一季啊 他达不到两季 因为他们这边 到了旱季的话 没有水缺水 小心点啊 好久没有 见过这个龙根的这个情况了 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 这应该是个大家庭啊 六个女孩子 两个男孩子 我发现尼泊尔 出去务工的这个 男孩子很多 干农活的女孩子比较偏多 而且他们尼泊尔干活的话 感觉都是 都是全家出动啊 这个不像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的话 还是都是一个小家庭 这个一家四五口 能一起干活 看见一起十多口能干活的感觉 还是比较少的 吧 像我们村像 十多个人一起一起干活的 应该很爽吧 哈 很爽啊 很爽啊 他们的都是大家庭的这个 没有了 他用的都是 这个亲戚和大家的 都来查的 我们那里 我们那是一样的 我们那是一样的吗 反正我们家好像就 就就我们家几个人的 这个没没看见 很多人一起查阳啊 那个 除非大家庭生了 四五个女儿 七八个儿子的这个 那家里面的 你像这个 这户人家少说 要二十口能了 这个 啊靠 这家里面生了好多女儿 这个 这好漂亮 六个女孩子这个 看这个女孩子好漂亮的 茶香的女孩子 我家母娘家附近哈 这边女孩子结婚的话 是不要彩礼的 这个 他们这边是女方给男方彩礼的哈 这三个女孩子应该是很年轻的 这个 哈哈 家里面看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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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锄头啊 是这个样子的锄头啊 他们也不用牛啊 用用能去搞 这个女孩子好年轻啊 这个女孩子我猜应该就是 就二十岁左右 这什么秧了吧 怎么怎么这么细啊 那个 太命了我感觉这个秧差的 这这是稻米吗 这个吗 这是稻米吗 这是稻米吗 这个稻米我觉得差太密了 这个 而且我们差的是两根到三根 他们就差一根哦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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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万二十二十 二十二啊 他二十岁 他二十岁 我没有经过去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乱说话 哈哈 嫁到我们中国去 你第一次来就说 你来就要嫁到人家中国去 人家 人家还以为你来干嘛 来看西洋景的 反正他听不懂我们说话 听不懂我们说话 还以为我们来干嘛 他们这边确实跟我们国里都不一样 这水道怎么 你看它是一根一根的 我们是差两根到三根 也差一根 一根的话它太密的 太密的 太密的 太密了 可能是酿酒的糯米 糯米 不是糯米 干农活还是挺累的 这是一个家庭 有四五个女孩子很年轻 这些女孩子都是很能干活的 你不要去指导人家 他跟我们中国他不一样 你说的没有用 他割刀子 他割刀子他不是这样割的 他是用镰刀随便割的 你知道吗 他不一样 他没有一排一排的 他随便 随便 随便 随便种的 随便种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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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他要指导他们 他说他这个擦秧擦得太乱了 哎呀 人家文化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你再说 你说人家听不懂 你说中国人家听不懂 谢谢大家 好 送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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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